國民黨立委羅志強在立法院舉辦新國會智庫成立茶會 邀請前總統馬英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前台北市長浩龍斌到場出席立聽 並喊出國會立法民意優先 怕能夠藉由定期就重大公共政策議題發布民調 探求真實民意作為國會立法依據 國會立法民意為先 國會立法民意為先 今天很高興成立新國會智庫 新國會智庫其實我要講一點小小的淵源 跟在座我們一位我敬重的前輩有關 今天我特別邀請到現場 我們的中國時報的社長 我們的龍斧天 龍社長 謝謝社長 我大概幾年前就跟龍社長討論過說 覺得我們現在應該需要一個專業的 政策民調中心 然後來對於所謂的公共政策乃至於國會立法審議法案 能夠提供快速及時的一個訊息 民調訊息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到底什麼樣的立法 什麼樣的政策是符合民意的 所以經過多年的努力 今天終於成立了新國會智庫 那新國會智庫的運作大概就是我們大概每兩個月會發布一個政策民調 我可以跟各位直接預告啦 我們第一個政策民調就是這位目前大法官針對死刑的事件判決 那到底民眾是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跟一般民調不一樣 我們除了先了解民眾對於死刑 以及對於大法官釋憲的一個態度 我們接下來還會來去問這個民眾 對於國會到底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來面對大法官這一次的一個實現 所以就是希望能夠判求民意 對於我們接下來不管是在行使所謂的立法權 還有預算審查權 乃至於人事同意權 都可以作為跨黨派的立委的參考 但是跨黨的立委參考不只是提供國民黨 也包括提供民眾黨 還有包括提供民進黨 所以希望我們國會的立法能夠接近民意 新國務次庫未來將定期針對 國家重大政策跟相關立法問題 發布民意調查 結果作為國會立法跟政府施政的參考 我們看到現在民進黨經常借著側翼網軍 帶領不實的風向 企圖影響媒體 民意越來越難被真切地發掘出來 並且傳播出去 尤其是在兩岸政策跟能源政策這兩方面 問題最為顯著跟嚴重 所以這強究 這個時候成立新國會智庫 正是時候 當然有必要 我非常肯定 相信透過公正客觀的民調數據 將可以反映民眾意見 並吸引更多人對公共議題的關注 打破民進黨所設下的議員堂 讓國會的立法更捏進民意 強化對行政權的監督 志祥兄曾經擔任我的發言人 跟總統府副民事長 他年輕有為 學士淵博經驗豐富 相佔中樞呢 是最得力的左右手 他進入立法院後問政用心 監督有力 獲得選民的高度肯定 相信在這樣的一位能成幹將的破話之下 新國會智庫並能探求出真正符合民意的政策 跟大家一起合作完成進步理性的立法 這個將來可以發揮很大的功能 第一個民調要做的不是羅志強帥不帥 而是第一個要做的有關於對 這個廢死的態度 我覺得經過基隆的罷免案 也應該做一個調查 要做一個調查是台灣民眾 對這樣一個報復性的罷免 這樣一個惡性的循環 大家的態度是什麼 我有看到雅虎的民調出來 大概七成的民眾是非常支持修法 另外有十幾%是相當支持 一個非常支持相當支持 等於是這兩個加起來已經八成五以上 民眾都是看不過去 我覺得這些都是需要透過民意的一個調查 讓這個民意的力量展現出來 未來很多的公共政策修法都是透過民意的力量 那我們謝謝志強成立這個智庫 那我相信也會結合我們國民黨的中央的智庫 以及我們很多的朋友各地的智庫們 我們都叫他是大智庫 這個大智庫的觀念就是匯集各界的力量 然後我們把民意展現出來 把社會的力量展現出來 把學界 專業界的力量展現出來 其實我認得志強大概是在座所有的人員最主要 包括馬總統在內 志強在當初我認得他升級 一個時候他一個人在高雄成立一個藝人電台 在那裡為了他的理念打拼的時候我們認得他 那時候我也接受過他的訪問 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志強是一個有理念有戰力 而且願意全力以赴的人 那今天看到這麼多我們各黨各派的立委在這裡 我也真正體會到志強的好人員 所以他成立這樣一個智庫 以他自己過去就是任何事情做事認真 而且接地氣 全力打拼這樣的一個精神 我相信未來這個智庫 絕對可以發揮非常大 不僅是羅志強問政的效果 以他的好人員我相信他也會非常樂意 跟國民黨民眾黨的好朋友們分享他的問政結果 因為我始終相信一件事情 兩岸不和解 藍綠不和解 再也不合作 台灣沒有希望 那今天兩岸要和解 我們必須要找到最大公約數 最大公約數是什麼 中華民國嘛 就是對岸要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 而台灣這邊我們要把中華民國實質 到底中華民國代表的意義什麼弄清楚 那藍綠要和解 很簡單就是所有人要放下意識形態之間的束縛 我們在要求賴清德放下意識形態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放下意識形態 那我們來歷之間最大的共識是什麼 台灣維持現狀 所以我們任何事情對於維持現狀有幫助的 我們就去做 任何事情對於維持現狀沒有幫助的 我們就不要去做 民眾黨黨團也有人獻聲祝賀 道場人相信新國會智庫能針對重要議題 藉由民調方式深入了解台灣人民的想法 成為重要政策的依據 記者溫君臺北不到 該把他的這個智庫所有得到的資訊